姐妹晚上好 好 其实我没有准备我要讲什么话的 实物诗 要分享这些事情 在这一年里 发生在你身上的神所给我的祝福 所以我想好 我就帮你讲了 第一样我要感谢主的就是 我丈夫是不懂中文的 可是在去年开始 他就一直跟我来中文堂 他们去英文堂 他来到中文堂 他是不听不明白的 其实他是不明白 我有时跟他解释 他也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也不是很厉害 跟他解释 在用英文来跟他解释 所以呢 他就是坐在那边 就是一直看电话 看电话这样子 这样子就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就过去 可是我跟公司都有不停的为他讨论 希望他能够去英文 他 嗯真的很清楚 他 从几个月前 是从 因为过后呢 他就开始去的中文 英文 他就一直到现在 感谢主 今天要比较感谢主的就是 呃 感谢主我儿子 呃 很感谢主 我儿子终于中学毕业了 呃 感谢主一直在 他在经济上 他在经济上有给我这个 资助 让他 让他 能够这样顺顺利益的 就 毕业 然后 现在我还要继续看 继续祷告的就是 他明年就要 要开始 呃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我也 知道 我很相信 耶稣与我同在 会继续在这方面 在经济上 他会恨不我啊 知道 他会安排所有的职业 呃 还有另外就是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我的工作 在经济里面 我发了三份工作 现在我做的是第三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 我做了两年多 我一直以来都很不开心 很不愿意去做 可是 经济上不领取 而且我的年龄也不小的 我是 休息了十多年之后 才 出来工作 找工作的 所以 呃 我觉得 我不是那么容易找工作 已经破裂了这个社会这么多年 难道我还要拿四十多岁人 还要拿上 拿上 拿上 请的吗 请问小长文 老板要请的吗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 我做不到 所以 那些工作 都是朋友很容易介绍的 所以之后 呃 护士小卫介绍了我 第一份工作 呃 呃 我 我 这份工作是我 觉得最难做的一份工作 因为是完全不是我 我懂得的东西 就是在律师行里面 而且他是要我做 account 所以我完全不会的东西 在律师行里面做account 是 拿上讲的 因为他的account 是跟我不同的 account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呃 我的那个老板呢 他也是兴趣的 他说 他告诉我 说 我是神派来给他的 就是在他那个时期里面 那一两个 那个罗约里面 他的account 没有做的 他那个整个是 那个account 他是很需要 就是神派我来 他在那个月里面 帮他搞给他 GST 搞给他的 那个 这两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从来没有做过 可是 现在我就是这样子的 大爷 让我跟他搞给 我上去搞给他 这两个东西 然后 其实 这两个东西我做到很不开心 而且有些 有些事情是我不想做的 可是 我就是 就继续地祷告 主理大爷 我们应该 因为我还是去 可是我去呢 我们应该去哪里 我就 就赶赶的 就在Job Street 上面 偏话 找我 找找找 就 甜甜甜甜 就 send过去 诶 电话了 有message来 叫我去interview我 一interview我 我那个老板 什么都不看我的 什么都不看我的 什么都不看 他就坐在那里跟我讲话 讲话没有问题 我很会讲话的 那你跟我讲话 我觉得就跟你讲话 就一直讲话 那孩子 讲到天 天花龙峰 讲很久 我请你 你最快可以做 明天 明天要来吗 我不可以 我辞职最少要接 就这样子 我就有了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 到了现在 我已经做了差不多 四个月了 已经四个月了 这份是这么多份里面 我做的最开心 贡献是最多的 这都是神的安排 神的带领 我要感谢主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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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会上时间 刚刚好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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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